今天中午的人气话题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的攀升 国内航空燃油平均价格 也达到了调升的门槛了 三大航空在昨天都已经向民航局 来申请调整票面的价格 平均涨幅大概是5.1% 而预计在7月30号就会生效 传出华信跟利荣航空 票价恐怕会调回去年 降价前的水准 像是台北飞金门 价格可能调涨约160到180元 另外德爱航空也表示 每张的全额票将会调涨约30到88元 松山机场柜台不少旅客报到买票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还是有不少人有搭机需求 但未来美飞一趟荷包压力将加重 因为国内线机票要涨价了 随着油价持续攀升 国内线的机票价格 可能会在7月底调升 包括了华信 利荣及德安航空 都已经向民航局提报 平均涨幅落在5.1% 看看国内线机票价格 华信航空台北飞金门航线 去年才调降183元 利荣航空也从2298元 降到2138元 而今年传出这两大航空 预计调涨幅度落在约4%到8% 票价等于回到去年降价前水准 另外德安航空票价涨幅约3%到4.5% 算下来每张全额票最高涨88元 一两个月最起码要回来一趟 这样调太高了 对他们来说负担很重 开放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会以坐船为主 坐船的话就是相对比较便宜 国际油价走洋5到7月 国内线航空燃油平均价格 已达到调升票价门槛 新票价预计最快7月30号生效 民众搭机成本将有感提升 见路易陈青顺 他不倒